物质不是死的 任何物质就是一个基本粒子 那讲细胞就很大了 细胞的分子 基本粒子 现在量子物理学家讲到基本物质还是能分 再分裂的时候就变成量子 量子小光子 这个脖子是再小了 再小不过了 但是他里头有物质的现象 你能看得见 有精神的现象 精神现象 受相行使 他有感受 我们以善意对待他 他有好的反应 以温恋对待他 他有不好的反应 这就像江本博士对水试验的情形一样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 这佛经上讲 以前我们讲的这个没法子想象 也很难相信 你说山河大地 懂得人的意思吗 花草树木 懂得人的意思 我们还能够想象 为什么它是生物 山河大地是旷物啊 他懂人的意思吗 真懂 水是旷物 江本搞了12年 在联合国做了好多次报告 真的 一点都不假 我到日本特地去参观他的实验室 我去了两次二十三次 那一点都不假 证明什么呢 证明物质 不是生物 我们先讲无生 不费色 非生物 他能看 他能听 他能懂人的意思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佛法说明 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 活的 它不是死的 所以 人居住在地球上 地球是活的 你不能对不起他了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 任意破坏自然环境 他生气了 他一生气 我们今天讲 自然灾害就来了 其实哪里是自然灾害 那是地球在发脾气 我们对不起他 任意的来破坏他 所以他就报复 地震 洪水 火山爆发 海啸 地球温度的上升 这发脾气 对不起 感谢观看